大家好,我是明君 台湾珍奇廟室专门介绍台湾各种奇特的庙宇 这么多的戏棚大家看过吗? 这里是嘉义路草乡 原本这里只是个宁静的小村落 但到了每年农历的4月23日 就会冒出这么多的戏棚 而这些戏棚都是信众出钱 来庆祝于慈爷公圣诞的 用歌仔戏或是布袋戏来仇神 在台湾是很常见的 而这个习俗在嘉义却是特别的盛行 六角乡的娘妈堂和西口天颂宫 也都有这样的习俗 用爆炸多的戏棚来庆祝神明的圣诞 眼前这么多的戏棚 不说我还以为是什么装置艺术呢? 当我经过这么多戏棚的时候 让我不禁思考 无论是用人还是用神的角度 这到底是怎样的观看体验呢? 你先你不要来变化 你最先来水 连带这个九四小孩 红文典就像无聊 你不叫这 阿罗阿罗阿罗的 那水了我们就已经答应你 小生你来看电动 做给可能感到无事不够 你不由命 困难三胜 土丘你所欲想必要 我想大概就是像在看电视的第四台一样吧 有一到一百台 看你想看哪一台随便你转台 而戏棚之间彼此干扰的声音 就像是早期天线的电视机 还会收到杂讯一样啊 我在这附近走了一阵子 几乎没看到有人停下来看戏 只有庙前面 因为有摆着椅子 所以有人坐在戏棚下看戏 但听听这个声音 我想一般人应该没有办法好好欣赏吧 至于祖寺的鱼池爷是什么来历呢 网路上的资料上写着 鱼池爷公曾经是整成宫的部署 死后托梦给当地的村民 建议村民从耕田转行养鸭 村民养鸭之后经济状况变好了 因此盖庙还愿 而附近的信徒前来参拜 一样也获得了庇护 相优钱的回馈之下 才让小庙变成如今的规模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戏棚呢 相传是鱼池爷公喜欢看戏热闹的缘故 车子穿流不息 后方还有高铁行驶过 初次到达这里的我 被奇妙的氛围感染 因为台上的布袋戏友 比路过的人还多啊 在这个大家都有手机网路的时代 可能只有清凉的钢管秀 才能吸引路人的目光吧 根据往年的报道 这里都会有两三百个戏棚 甚至有高达五百多个这么多 但在这天我刚到来的时候 发现连一百个戏棚都不到 我觉得我的运气非常不好 好像挑错时间来了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连一百个戏棚都不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应该是第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吗 但我问了庙方的FB 或者是上网查相关资料 其实也查不到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戏棚最多的时候 我只知道今天是鱼池爷公的圣诞 虽然到了下午有陆续变多了 但看起来也顶多一百个而已吧 于是我问了一位布袋戏的大哥 我现在问一下 对 跟什么写的 这一天的 跟那一天的 因为我知道有的地方都有的 本来今天如果今天一起演的话是四百多嘛 四百多 四百多 但是因为四百多 至于现在以前来说剩九个人了 对 然后他就说百万剩大概不到一百 然后其他的就是 好 往后 时间往后演就对 对 就是明天也做 明天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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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多了 所以最多大概就一百多而已 所以最多大概就一百多而已 哦 我就想说 怎么我今年来看到的比较少 没有 就是因为疫情啊 去年就是 去年就已经有缩小规模了 哦 去年也是这样子 哦 好 好 谢谢 不会 原来细棚减少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看来今年是没有办法拍到两三百个细棚了 那就明年再来看看吧 台湾的仇神方式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尤其还有清凉的钢管秀 这种表演出现在严肃的宗教场合 也算是台湾的一种特色啦 好的 那么台湾珍奇妙就下次再见咯 掰